好,這邊第一個要做一個算圖引擎出來 我先跟你講啦,這邊現在是 camera tracker 就是 camera tracker 接在我們的 monitor 上面 可以這樣看,對不對? camera tracker 接在我們的 monitor 上面 那我現在呢,在這個時候我才可以做一些東西出來 比如說第一個,我可能按右鍵我可以創造一個方塊 這只是檢查用的喔,先跟你說這沒有任何意義,檢查用的 檢查我的追蹤有沒有問題,所以這邊就產生一個方塊 那方塊呢,場景裡面看不到,原因是因為它就沒有在場景裡 所以呢,你必須要接到場景裡 你看喔,這邊是不是一個叫場景,scene 對不對? 然後有攝影機,那我們這邊呢,方塊要進到場景才看得到 可是現在其實還是看不到啦 為什麼看不到呢?因為你看喔,現在呢,我們把我們的場景 點選以後,按快速鍵2,接到 monitor 2 就是2號的螢幕 你可以說這個是螢幕接一個2號訊號來源 這樣子講也可以 那這邊呢,油標移到上面,按TAB喔 在2D跟3D之間可以切換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真的3D軟體喔 它不是像AE那個2.5D,他們有一個名稱叫2.5D 那Tab鍵,這滾輪滾一下,你會發現其實場景裡真的有方塊,還有攝影機喔 那再來呢,你要移動這個視角呢 Alt加左鍵,Alt加中鍵,Alt加右鍵 只是它設計的很詭異,因為左鍵是平移喔 中鍵是縮放,右鍵是旋轉 為什麼就不跟業界一樣呢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奇怪的喔 那再來我們這個方塊呢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是看不到的狀態 那這邊有一大堆點,就是我們剛剛追蹤出來的 這是我們算出來的攝影機喔 首先呢,這個方塊呢,必須要縮小 所以呢,方塊它這邊有一個scale SYZ喔 你要替它key一個很小的數字喔 0.001 Tab 0.001 Tab 0.001 OK,所以它已經小到我不知道在哪裡 這個吧 是嗎 我看一下喔 對不對 對,沒錯,是它 那再來呢,我回去 回去 我跟你講喔 它必須 如果在影片裡面要出現的話 它需要經過算圖引擎去算 如果用大陸的說法就是要經過渲染 那我們這邊去找算圖引擎喔 它的算圖引擎內建的有Renderman 然後有 ScanlineRender ScanlineRender是最基本的算圖引擎喔 所有軟體都有 所以這邊打一個ScanlineRender 就是算圖引擎喔 那算圖引擎要接的時候 記得這邊先拉開來喔 因為它的那個場景呢 要接到場景 Type要接對喔 然後攝影機要接到攝影機 OK 這個Cube呢 我看一下 所以ScanlineRender呢 我現在要接過去的話 我按3號 3號 就是接到3號的 怎麼現在不理我了 3 什麼意思 我看自己接算了 3 那這邊 1 2 3 什麼意思 TAB 我知道了 那沒錯 所以我方塊到底在哪裡 我現在其實搞不太清楚喔 那 先做一件事好了 另外一件事情是這樣子喔 它必須要跟原來的那個影片結合在一起喔 所以呢你要做一個叫Merge Merge的意思就是說 像上面的圖層跟下面的圖層合在一起 然後讓你去看影像 那現在呢這個我當成上面的圖層 因為它有一大堆點 方塊我現在還沒有把它定位定好 那第二個呢 是我要把影片呢 也放進來 所以快速鍵是M M是Merge的意思喔 Merge 合併 所以A是上圖層 B是下圖層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說法 所以你可以這樣直接接 所以你會看到呢 現在這個點呢 就是 就有影片是下層 然後上面那一層呢 就是我們的 點 那個算出來空間裡面的點 接著呢我現在要去調那個方塊的位置喔 那個方塊的位置 很爛 我看一下喔怎麼調啊 空白鍵放大好了 不然這個我實在是搞不太清楚在哪裡喔 直接拖拉好了 OK 然後ALT加右鍵 你們現在看到的電影 大部分都是用這套軟體合成的喔 其實很少電影是用AE合成的 非常少喔 我應該成功了吧 哈哈 因為這個點撞云實在是搞不清楚 就是我應該放哪裡 它才會 才會出現喔 好先這樣子 那再來呢 TAB鍵回來 方塊好像已經出現了 結果我說的太小了 所以現在 呃 這邊有Z軸喔 我要調它的Z軸 我Cube點到 方塊這個點到 你看點到以後這邊會有 呃 它的坐標喔 Translate XYZ喔 那你可以呢 在這邊點 點一下 油標再閃對不對 像 胡迪尼之類的高階軟體 還有NUKE高階軟體呢 他們中間在滾的時候就可以 調 調它的那個數值喔 我看 這樣子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S軸 這邊是Y軸 這邊是Z軸 這邊好了 Z軸 唉 朝攝影機方向 不然這個咧 啊 飛太快了 這不會是 唉唷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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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啊 等一下 TAB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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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調老半天不知道在調什麼 空白鍵 Z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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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近一點 拉近一點 可以 這應該可以吧 這個位置應該可以 TAB鍵 不懂 算了 先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先調它的大小好了 大小是 0.1 好了 0.1 好像太大我覺得 果然太大 這樣子0.0 01呢 喔好多了 01 OK 0.01 這邊少一個零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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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再播放一下 它現在服務在半空中 可是看起來位置是對的 那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呢 我需要讓它有那個貼圖喔 所以呢 我站TAB鍵 叫出棋盤裝貼圖 Checkerboard 然後這個 Checkerboard 直接連接到我的影像上 OK 所以這個Y軸是不是可以調一下 Y軸坐標 我的Cupid Y軸坐標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OK 然後這邊調它的Translate Y 太多了 0.01好了 我自己手移好了 我自己手移好了 COOL 所以這邊現在應該是 L吧 播放 這邊有不要移上去 L OK 等一下喔 什麼東西都不要選好了 這樣子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方塊 跟它對應的那個位置是對的 這只是測試用的方塊喔 所以你等一下放的時候 其實不用太在意它的位置喔 有沒有 你看那個位置完全是對的 所以表示我們這次的追蹤是OK的 好 來 下一個就是交給大家啦 這個 這個 這個